好,看啊,下面我们来说,就对象相不相等,这两个对象等不等呢,我们来打一下V2,他们一下,$STU1等吗,我们看一下啊,走,等不等,等,等,只要你的,只要你的,里边结构相等, 只要你里边,它里边,它里边包含的什么结构,它里边也包含,它就相等,只要,只要对象的,只要对象的结构相等,它就是相等,或者说,比较对象的结构,啊,结构,好,下面再来啊,下面再来, 下面再来看,说这个,这个全能吗,不全能,啊,为什么不全能呢,因为他们俩不是同一个,是不是啊,这个只要他们,只要你俩人长得很像,这两个是比较,你们俩人像不像,双胞胎,哎呀,双胞胎,双胞胎相等,结构相等就相等了, 这个呢,是两个,你俩是同一个人吗,不是,方向我们再来一个,Dollar,Dollar,Stu3,Stu3,等于什么呢,Dollar,Stu2,Stu2,这什么意思呢,现在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现在我们来看,我来看,我来看看, 让我们可以想,Dollar,Stu1,多好,Dollar,Stu,哎,Dollar,Stu2,多好,Dollar,Stu3,我们说,把Dollar,Stu2,复值,这个复值,有可能是传值,也有可能是传递值,对吧,如果是传值的话,如果是传值的话,Stu2,复给Stu3,传值的话,相当于是,有几个人啊,三个人,如果传递值呢,相当于几个人,两个人,现在我们就看,Stu2,和Stu3,是不是同一个人, 是,是不是同一个人,我就看到那编号,好吧,看到那编号,你看啊,这是一号,这是二号,二号,这是不是也这是二号啊,二号,说明什么,说明对象的传递,末日传递是什么,对象传递,末日传递是什么,对象传递,末日传递是什么,对象传递啊,对象传递啊, 对象传递,对象传递的是地址,对象传递的是地址,这个是,包括Stu1,和包括Stu2,是否,是同一个对象,是吧, 那么好了,那么好了,这是不是再来啊,Stu2,和Stu3, 好,走 这是 Ch disagreement,是不对,他们是同一个对象啊,是, Đostu2,和, Đostu3,是同一个对象。 这是对象的比较 那么现在我给大家小结一下 小结一下 对象的传递是什么 对象的传递是地质传递 对象的传递是地质传递 就是说 把STU2的地址复给STU3 相当于STU2和STU3是否都是同一个对象 都是编号是同一个 那么什么是相能 只要是它的结构和保存的值一样就相当了 讲来值不一样也不等的 现在我这里面是不是还没放值呢 过后我放个值 你也知道值不同 它们都不一定相当的 由于现在我只是写了一个框架 还没写属性呢 还没保存值呢 如果值不同 就是保存的结构 结构和保存的值一样 它就相当的 全能是把值相同一个对象就全能 只相同一个对象 那你比如说 第一个第二个 它两个肯定是结构都一样的 它就保存值都没保存值吧 那答案就是相等的 全能它们是同一个对象吗 它们不是同一个对象 那就不全能 而这个是地质 STU2和STU3只相同一个对象 所以它们两个就是全能的 这是对象的比较 感谢观看 我有一些人的食材 也只会有点热乱 會有更多的食材 那些食材 我就會去吃 我會去吃 你會去吃 你會去吃